我们来用正交来画一下这一题 如果是我的话 我通常会可能用从斜线的这两点开始画 这一点开始这样画一圈回来 或这一点开始画一圈回来 用C-close就可以 如果你不这样画也没关系 例如说你从这边画 然后你用干嘛 用那个座标系统 假设你用那个相对座标系统 你可以向左-60向上45 你一样可以数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会很快的 很方便可以画这一点 那我们就从左下角点 画线 随便点 因为现在没有指定起点 所以你就点一点 开正交 我们现在用正交 直接滑鼠拉方向 键盘给距离 滑鼠拉方向 键盘给距离 然后呢 下一个是小小鼠-60 向上45 所以小老鼠-60 斗点45 对不对 然后向下45 向左60 向上75 然后向左40 然后最后C-close 就画了 对吧 所以讲得很快 那可能我讲说 你不早点讲 前面要画那么累 对不对 那一个一个keykey到什么时候 如果一开始你就讲正交 不是画就很快吧 对啊 如果一开始讲正交 你这条鞋键就不会画了嘛 所以我们都会从最最基本的 然后可能比较少用的东西先讲 然后慢慢慢慢变成比较快的方法 这样子你才会基础跟新的都会 所以正交很好用 对不对 那但是正交呢 有一个东西 我刚刚有提到 它是90度的绘图 它不是垂直水平的绘图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角度是可转的 转的话呢 你要打一个指令 snap angle ang snap angle确定 预设是0 0度是指0度在右边的意思 如果我今天转30度 你看滑鼠的Y30度 那我画线 现在全部都这样 整个是斜了30度 转了30度的一个90度绘图 这样可以理解吧 它全部都会变得歪了30度 那可是你可能会想说 很快耶 因为什么时候会这样子画图 什么时候会变成说 我希望其实画的都是垂直水平 都是90度的 但是它却不是垂直水平的 什么时候 不知道 想不到 有时候你可能在画地砖 当然地砖其实用 用那个 剖面线去画就可以 或者比较特别 总之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你就会画 或者是 以前有时候在画 等角仕途的时候 会用到 什么叫等角仕途 类似这样 人家画等角图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到 像这种 这种图 这种图其实不是3D的 它是用线画的 那线画的 它是不是所有的线都是 它其实所有的线 都是向同一个方向去平行的 那有时候你可能会 直接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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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正交的角度就可以了 但是呢 现在也不需要了 因为CAD有新的按钮 我们晚点会来讲 叫等角仕途 现在有新的按钮 会更方便 所以那个snap angle 这个指定 知道就好了 我把它改回零度 所以你知道 其实它是可以旋转的 所以记得 拜托各位 因为正交是90度的会同 不是垂直垂平的会同 好 那 最后再讲一点事情就好了 所以正交 好不好用 你们现在目前为止 觉得正交好不好用 很好用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把它关了 好不好 再也不要用 好 不要再用正交了 为什么 因为下一个 比正交好用 下一个 记住表比正交好用 好 而且自由度更大 好 那 但是我先跟各位讲 还是很多人很喜欢正交 包括很多老师也很喜欢正交 还有外面绘图的人 真正的画图的一大堆人都在用正交 那绘图 我先跟各位讲就是 没有对跟错嘛 反正你画出来就好了 谁管你怎么画 有本事你用复制的也可以啊 我会建议各位把它关掉是因为其实 你要是认真的使用极座标 你会发现极座标其实比正交还要更快 更好用 只是因为一般的 只是因为一般的外面的绘图也有些人是从很久以前学 那很久以前学那他就是很习惯用正交 那你们一开始就不要开就没事 你就知道有这个按钮 但是呢 咱们不是老派的user 咱们是新派的 新派的就不会用 比较不会用正交绘图啦 我们会用极座标绘图 等一下就会提到 所以来你们自己试一下 snap angle这个指令 然后呢试完之后就再也不用开了 没办法就把它关了 来切给各位